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泄露天机 曾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啊 说这个风水师呢 也就是泄露天机 帮别人聚才聚运气 到头来呢 也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气 因此来说 这一般的风水师呢 只看小风水 一旦涉及到这个复杂烦傲的 是坚决不碰 这曾经在长治村呢 就出了这么一大名鼎鼎 却又万人唾弃的风水师 姓张 叫张玄 有名是因为这风水师啊 那造诣真是出神入化 唾弃呢 却是因为最后心性邪恶 杀人于无形当中 说在张玄拜师入门的时候 老师傅就一脸严肃地跟他说过 风水玄学 亦是泄露天机 无论你学会多少 只看小风水 一辈子足够平平安安 衣食无忧 如若拿来害人 更是会遭天前 我会倾囊相授 你若不听 是服你想 是罪你受 俗话说 师父领尖门 修行在个人 不得不承认 这张玄呢 是天资过人 师父所传 很快就能融会贯通 甚至举一反三 待到张玄出师的时候 那一身造诣 已经不下师父了 回到了村子里 张玄也是谨记师父教诲 开始摆摊看风水为生 名气没有 面孔陌生 可想而知 那谁能来找他看风水呀 啃着馒头 张玄坐在地上 看着别的那个风水师身前 是络绎不绝的人 纷纷不平 哼 空有惊天本事 求人赏识 一群瞎子 过了几天呢 整巧有一天 一群人围着一个风水师 推推嗓嗓 破口大骂 张玄凑近了一听 嘿 原来是这风水师 给这会儿人家看房子 但又没本事 还呼吹 这回出出事来了 这会儿人家 按照这风水师说的做了 竟然碰到这个传说中的凶煞了 一家四口 一个死 一个昏迷 现在呢 这家主人带着一帮亲戚朋友 正堵在这想溜的风水师门口 讨要说法呢 这凶煞碰着了吧 瞧这风水师呢 也是解不了 想到还有一瘫痪的人呢 张玄挺身而出 指着那跪在地上求饶的风水师 就说了 大哥 你看他是有本事的风水师吗 我愿意去你家破解凶煞 灵不灵事实再说 那中年男子 看着地上那风水师窝囊的样子 一脸的愤怒 自锁了一下就说了 好 但是你不能骗我 就这么着 这一群人 跟着这中年男子 到了家了 张玄一瞧那房子 点了点头 找了一只公鸡过来 两指的公鸡脖子这么一捏 这公鸡喉咙破了一小洞 鲜血就流出来了 张玄提着那公鸡 在那凶煞处用公鸡写画了一个符文 然后点了两炷香 嘴里边还是念念有词的 最后又摸出两张符文勺了 然后就拍了拍手上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看看那昏迷之人 是否好了 大家伙愕然呢 这么简单就完事了 你脸不可思议 这主人家呢 率先进门去看媳妇 这见媳妇已经睁开眼睛了 众人看着醒来的女主人 无不害然啊 心想啊 这面生的风水师傅 竟然有这套能力 简直是夺天地造化呀 就这么着 张璇从此是名声大造 张天师之名呢 也是十里八江 人尽皆知 每天无数的人 请着张璇去看风水 简直要踏破家的门槛了 眼见着这大把大把的 金钱收入囊中 张璇逐渐迷失了自我 利欲熏心 有了钱呢 便是拥有了一切 也把师父那些个 尊尊教诲早都给忘没了 只要付得起钱 张璇就帮人 顶龙脉 聚造化 改变山川走势 不过几年的时间 张璇是坐拥无数的金银财宝 这时张璇也娶了老婆了 更是感叹人生不过如此 一年之后 张璇妻子生下一子 张璇抱着孩子那也是笑竹颜开 可是等到孩子五岁之后啊 竟然无故的就瘫痪了 这也让张璇来得个措手不及 方便了名医 那也是无济于事 过了一年 张璇又生下了一孩子 五年之后 孩子又瘫痪了 这张璇是面色大变 痛心疾首啊 难不成真的是泄露天机太多 太深 天要绝我 张璇想到了一则传言 风水玄学 不害人 则害己 张璇也是目光闪烁 就想到了以歹毒之法 说有一天啊 有一个村民来找张璇 说是要签祖坟 让他重新的给选址 张璇眼见着这村民眼生啊 眼中闪过了一丝狠毒 就笑着答应了 来到这村民祖坟前 张璇是副手相背 他观察着这周围地势 最后呢 指着这山剑的一处地方说 就是吧 虽然说有点潮湿 我给你一张符文 定可无忧 说完 张璇就摸出了一道 折叠好的三角符文 递给来了村民 那村民大喜啊 也不宜有他 毕竟这张璇名声跟那儿呢 脸声感谢 有劳张天使 有劳张天使了 张璇嘴角微扬 点了点头就走了 第二天又有一个面生的村民 来拜访张璇了 家里边翻修房子 请张璇去看地基 张璇依旧是笑着 跟着这村民来到他家 静默了片刻 张璇指着老房子背后边的一块地说 就这儿吧 我再给你一张镇宅之物 放于房梁之上 可帮你一家气韵 说完也掏出一折叠好的三角符文 回家之后 张璇缓缓地又拿出了一个 同样的三角符文来 放到一个孩子的胸口 争宁地自语 孩子 只能向你们借韵借气了 死后可别怪我呀 说完还念念有词地念着咒语 同时说那签了祖坟那村民呢 还没过两天呢 家里边孩子突然就暴毙而亡了 可愣是没有人怀疑到张璇身上 而张璇那十岁的孩子 这会儿也已经能走路了 又过了几个月 张璇熟练地摸出一道符文 放在第二个孩子胸口 嘴里边又念着樊佛的词 可是念着念着呀 突然这身体就是一正 蹊跷流血 当时就死了 这张璇的死讯传开了 众人是无不惆怅 这时候张璇的师父来到他家里边 看着张璇的尸体 叫头叹息说 海人中海极 自己选择的路 是扶你想 是罪你受 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好了 这就是泄露天机的故事